工艺体上线后立刻就穿着她上了排位 然后非常凑巧 80%安妮的决斗在救人 有些直播间的观众说 安妮穿这个衣服就像蛋包饭 我觉得可以再稀释一点 比如蛋糕 最淳朴的鸡蛋糕 小蛋糕救人才不会直接操 先骗钩子再骗实体 安妮救人以后永远要防患抓 看一下抓不抓自己 红光贴近就直接叫加速转乖叫 然后她就去抓啦啦了 抬头一看还有三台机 教授马上二挂 是不是感觉保不了平啦 但实际上机子只差一台 还有两台机分别在中场和角落两百一窗 一个人要如何修两台机呢 努斌说 哎 我有一技 要知道机械师是在大房飞的 机械师的遗产也在大房 他这样把遥过去一点就可以双修了 努斌和王阿同时修这样机子就有可能够了 他负责修机 小蛋糕负责救人 板车一打救人就不会被完结了 不过洛迪的时候血线已经很紧张 想要吃一刀就好 这个人就必须扯椅子骗 不扯椅子尽管是不会被骗到的 所以必须扯 好 现在教授是上官飞了 就必须要帮他扛刀 就站在反中间卡位 机子还差一点 用兵娃娃快修啊 最后也是极限压好 丢个手持户给用兵加100分 然后路透PAM战没技能就平局了 所以一把悬点如图 开局我在小木屋就没有打辅助板车 我的机子修完以后就顺手过来打了 踩上个板车能上二楼大家都知道吧 我还丢了道具 但是园丁他看都不看我一眼 在对局里有卵俯卫的时候 都注意一下他们的道具位置好吗 前锋二就园丁的时候被精神制裁了 他被挂在靠近两板一串的椅子 就从大方里面绕一下路过去 这样可以踏雪线拦截嘛 没事我有板车的 现在打板车可以立即起跳 不用再等两秒 点小了吃刀的可能性 这玩意还是看一下红蝶抓不抓我 确认不抓在跑路 这也是在去贴最后一台遗产机的路上 差点就被红蝶抓到了 根据信条代小判断不抓 我就飞去遗产机 于是就有人顺利来到凤人开门站 但是开门站他倒得很快 我还没开到门他就倒了 这样我就不得不面对亲妈的一刀斩了 怎么办完蛋了 小蛋糕又被吃得掉了 哦还没死 那我又可以否言残喘一会儿 而且他们可以点门了 被收死了没关系 错的时间够了 最后也是拿下平局 哎呀是谁买了小蛋糕以后又出了大蛋糕呀 是我哦 薰酱的精华我虽然保底60发财出紫皮 但是第73发单抽出金了耶 就在28号买完安妮工艺皮 晚上整完视频上线看了一下就出了 这一定都是小蛋糕带来的好运